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送餐點 而且現在還推出吃到飽 它速度也滿快的 那就是可以吃到還滿多種麵 因為很少會有就是這樣子 在上宣傳的時候是那種轉盤吧 對啊 還滿特別的 其實就可能一小碗一小碗 分量比較不足吧 然後這裡的話是真的還滿大 店家打出一次可以吃到四種麵系 除了日式拉麵 還有義大利麵 以及台灣的古早味和牛肉麵 三十種口味通通吃到飽 吃到飽活動其實 因為有顧客在反映 就是可能麵量不足 然後我思考 我們一直在討論 就決定乾脆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麵很多 不希望只是單純的加麵而已 我們是希望你吃完這碗麵 可以吃不同口味的麵 目前營養大約增加 大概二十五倍到三倍左右 曾有大胃王顧客 拉麵一次吃五碗 還有義大利麵 整整七盤客觀光 但老闆也有省錢撇步 火鍋燒烤吃到飽餐廳 用餐時間兩小時 面食店家則控制在1.5小時 而硬體設備回轉送餐 雖然要價三百萬元 但可以節省百分之三十的人力 一年下來 預估省價近百萬 才能平衡成本壓力 再次想正經巡行 請看不到